第二天来看看猫猫的情况啊 咪咪 哎呦你好辛苦哦 啊是不是 怎么样了现在 哇 四个宝宝在那里挂在那个肚子上了啊 咪咪 今天宝宝去 收网了两次啊 刚刚给你搞了五条小鱼 这个家伙 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没什么胃口好像 就是对之前的食物都没胃口 估计是要产奶吧 产奶要吃那些鱼虾吧 啊今天收了两次 才达到了几条小鱼 给大家看一下 不是很清楚啊 有几条小鱼吧 五条 等一下一下啊煮熟了再吃 好吧想出来了是吧 今天一大早自己跑出去放风了 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结果我去收网的时候 发现它跟在身后了 啊不得了啊如果是 一年听说有会怀孕两次啊 怀孕两次的话我不是破产了 一年八个 行走的播种鸡 现在变成行走的 灶奶 灶奶 治奶鸡 啊 好了 还是喜欢吃鱼啊 这个家伙 来吃了 六条 其他东西都不想吃 没胃口 就想吃鱼 这事我惨了 天天要去打鱼给它吃 一天要起码去两次 三次 明明把那个水都喝了 一汤都喝了 对了对了喝点水 有水饭才查奶啊 没水饭不行的 我退一把加了一点水 煮点一汤 因为它平时不怎么喝水 但是如果这些水有腥味的话 它也也愿意喝 你看 六条小鱼一下子干完了 其他东西都不喜欢吃 就喜欢吃这个 最后一条了 吃完马上回去喂奶啊 播种鸡变成喂奶鸡 喝点汤 喝汤 对了对了对了 这样子才行啊 薄荷水哪里来的奶 好了 昨天搞了几块猪皮 猪皮以前它都喜欢吃的 现在不吃了 好了视频到这里 吃的 你的 吃的 适行 你看